大家好,欢迎来到细说美股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26日,星期二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告别英伟达 AI投资迎来新爆点 让我们先看看美股今天收盘和市场目前的状况 美股周二收高 道子与标普500指数均创盘中与收盘历史新高 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官员们认为未来会降息 但只会逐步降息 市场正在评估美国当选总额 同特朗普发出的关随威胁 美国11月消费者信心甚至于一年高点 道子涨1323.74点 涨幅为0.28% 报44860.31点 纳子涨119.46点 涨幅为0.63 报19174.30点 标普500指数涨34.26点 涨幅为0.57 报6021.63点 周二盘中 道指最高上涨至44903.01点 标普五里白指数上涨至6025.42点 军创盘中历史新高 周四美国金融市场因感恩节假期休市 周五将提前收盘 预计成交量将保持清淡 美联储周二公布了上次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决策者在上次会上降息25个基点 符合普遍预期 也反映了经济活动和就业下行风险降低 周二公布的11月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对通胀正在缓解 劳动力市场强劲表示了信心 从而允许进一步降息 尽管是以渐进的方式降息 会议纪要包含了多项声明 表明官员们对通胀速度感到满意 尽管以大多数指标衡量 通胀仍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考虑到这一点并确信就业形势仍然相当稳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成员表示可能会进一步降息 尽管他们没有具体说明核实 以及降息幅度 会议纪要称 在讨论货币政策前景时 与会者预计如果数据与预期一致 通胀继续持续降至2% 经济保持在接近最大就业水平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转向更中性的政策立场 可能是合适的 FOMC在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 将基准借款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 百分之4.5百分之4.75的目标区间 市场预计 美联储可能在12月再次降息 但由于担心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关税计划 可能推升通胀 市场的信心有所减弱 这次会议结束的两天前 美国总统大选引发了争议 特朗普最终胜出 并将于明年1月开始 他的第二个人期 会议纪要中没有提及美国大选 但有工作人员指出 美股波动率在11月5日 选举结果之前上升 之后下降 会议也没有讨论 特朗普财政政策的影响 尽管人们预计 特朗普的计划 还包括降低税收和积极放松管制 可能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委员们确实注意到 形势的发展总体上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 他们还表示 在美联储达到既不促进 也不抑制经济增长的中心利率之前 降息需要停止的地方存在不确定性 会议纪要称 许多与会者认为 中心利率水平的不确定性 使对货币政策限制程度的评估复杂化 在他们看来 逐步减少政策限制是合适的 通胀方面相互矛盾的信号 和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 导致交易员降低了对未来降息的预期 市场暗示的12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已降至60%以下 预计到2025年年底 仅会降息0.75个百分点 会议纪要公布之前 芝加哥联储厂长古尔斯比周一表示 除非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经济过热证据 否则我认为联邦基金利率会继续下降 他说预计美联储将继续降息 朝着既不限制 也不促进经济活动的立场迈进 古尔斯比一直是美联储 较为直言不讳的鸽派人士之一 他2025年将在货币政策方面拥有投票权 他称这降息将以多快的速度发生 将取决于前景和环境 但对我来说 整个过程非常清楚 我们正走在一条道路上 这条道路将导致更低的利率 更接近称称之为中性的水平 与此同时 米尼阿波利斯联储上卡申卡利也表示 考虑下个月降息是合理的 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周一表示 他不希望劳动力市场恶化 但是也指出 央行仍然需要把通胀 从当前水平降下来 戴利表示 我不希望看到劳动力市场疲软 他补充说 这种疲软对于实现央行的物价稳定目标来说 感觉是不必要的 他表示 劳动力市场已经变得更加平衡 我们需要这种平衡 才能真正实现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价格稳定 通胀率仍然高于我们2%的目标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把它降下来 市场还在关注特朗普最新发出的关水威胁 据报道 周一晚间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额外征收25%的关税 此外 特朗普还宣布将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 今年11月 全美零售联合会的一项研究指出 如果特朗普提出的新关税计划 实施美国消费者的年度消费能力可能会损失多达780亿美元 研究表明这些税收将影响到如服装玩具家具电器鞋类和旅行用品等消费品类别 媒体的一份分析指出 近年来美国消费者变得更加节俭 减少了非必要的开支 这对零售商和消费品公司造成了销售压力 业内人士指出 美国零售商依赖进口商品和制造组件 以便提供多样化且价格合理的商品 如果实施这些进口税 将使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因为关税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 导致物价上涨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消息似乎没有在华尔街激起波澜 Vital Knowledge分析师Adam Crisifoli表示 既因为投资者并不完全相信征税最终会实施 而且市场头条消息已被有利的年终季节性因素 和可观的企业收益所抵消 市场还在关注特朗普的新任财政部长人权 对冲基金高管斯科特·贝森特 皮哈他将出任财政部长的消息推动周一美股走高 分析师大多看好贝森特领导财政部将有利于市场 鉴于他的对冲基金投资者背景 许多投资者将这位对冲基金经理视为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拥护者 并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激进程度 New Edge首席投资官 Cameron Dawson谈到美国财政部长人选的潜在心政策时表示 这些政策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真正生效 随着今年快要结束 它在短期内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绝对是一个问号 虽然贝森特有时暗示 特朗普是在发出一种最大限度的谈判策略信号 但他在11月15号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表示 他强烈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东京瑞税证券首席策略师Shoki Omori说 交易员高估了贝森特任命的影响 即使贝森特试图解决赤字问题 特朗普最终也拥有影响美国财政状况的最终权利 对于全球资产来说 这将是动荡的四年 花期指数机构高级市场分析Matt Simpson表示 几乎可以说 特朗普想提醒市场谁在掌控局面 尤其是在提名贝森特为财政部长后 市场原本期待贝森特会缓和特朗普的强势 新加坡瑞联银行亚洲股票研究主管Kieran Calder说 即将上任的总统开始得很早 但这可能只会让那些忘记2016-2020年的人感到惊讶 这是特朗普总统的谈判风格 先以强硬姿态来个下马威 再进入谈判协商阶段 周二经济数据面 美国11月消费者信心升至于一年高点 得以于特朗普胜选后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乐观态度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2.1点至111.7 符合接受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估中指 现状指标升至8个月高点 衡量未来6个月的预期指标升至近3年高点 11月的增长主要由消费者对当前形势更积极的评估推动 特别是关于劳动力市场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 Dana Peterson在声明中表示 与10月相比消费者对未来工作机会的乐观程度也大幅提高 达到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物价压力的缓解和仍然有利的就业市场状况有助于支撑消费者信心 与此同时 大件商品的购买人气却下降 受制于过去几年利率高企 且生活成本上升 许多居民仍然财政紧张 购房计划在抵押贷款利率反弹的背景下也下降 周二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10月新建住在销量下滑至接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让我们回到告别英伟达 AI投资迎来新爆点的议题 目前人工智能领域主要由硬件主导 像英伟达和AMD这样的公司是关键角色 他们提供人工智能所需的计算能力 包括训练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 云服务提供商 例如AWS、微软、Azure和谷歌云也至关重要 他们提供必要的云计算资源 像Digital Realty这样的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则满足了物理存储需求 虽然硬件增长仍然强劲 但也存在挑战 高估值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令人担忧 这导致了市场短期回调 然而 对硬件的需求将持续存在 因为人工智能模型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近期英伟达股价的下跌并未削弱市场对AI的热情 而是标志着AI投资逻辑的转型 从硬件主导的基础设施阶段 逐步迈向应用落地和价值兑现的第二阶段 以下是分析与投资方向的关键解读 根据美国银行的报告 AI技术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硬件与基础设施阶段 当前受益者 A.半导体公司 如英伟达MVDA、AMD等 以提供计算能力支持AI模型的训练与推理 B.大型云服务商 如AWS、微软Azure和Google Cloud 提供云计算资源 数据中心REITS 如Digital Realty DLR 为数据存储需求提供物理支持 现状硬件增长依旧稳健 但市场对高估值的担忧和行业竞争加剧 导致短期回调 第二阶段 软件与Agentic AI阶段 即将启动 特点 A.聚焦AI驱动的应用程序开发 应用领域涵盖自动化精准医疗智能客服等 B.Agentic AI 自主智能 强调AI系统具有独立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 例如编程、故障排查和流程优化 受益者 A.科技巨头 MSFT、Adobe、Salesforce在AI应用生态的布局 占据领先优势 B.中小型科技公司如Nice、ITER等 因灵活的技术创新能力被视为潜力股 投资时间窗口 2025年为AI货币化的重要拐点 2026年企业大规模应用将驱动行业加速 第三阶段 AI整合与行业应用节奏未来两年内启动 特点 AI技术深度嵌入各行业业务模型 彻底改变传统商业运作方式 受益者 医疗设备 精密手术 诊断AI驱动设备公司 零售与银行 通过AI优化供应链 各性化营销和智能客服 媒体与娱乐 生成内容的AI工具优化消费者体验 Agentic AI将成为第二阶段投资的核心 以下是该领域的关键特征与潜力 第一关键特征与潜力 应用领域广泛 A企业服务 自动化办公 代码生成 客户管理系统M 优化 工业制造 AI驱动的工业机器人和流程自动化技术 医疗技术 精密手术和智能诊断 第二关键特征与潜力 核心驱动因素 A政策支持 全球对AI研发和落地的政策引导 包括税收优惠 资金支持等 技术突破 大模型的进步如GPT 边缘AI的崛起 市场需求 企业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对AI解决方案的需求将大幅增长 第三关键特征与潜力 关键投资标的 A龙头股微软 FsForce CRM 潜力股 NICN优化 ZETA营销技术 AI投资策略建议 第一条 第二阶段性配置 A硬件主导的公司 如NVDA AMD 仍是当前市场的核心 但需警惕估值压力 逐步向软件与Agentic AI企业转移 重点关注新兴应用生态 第二条分散化投资 选择涵盖不同阶段的多元化资产组合 以覆盖硬件 软件与行业应用的收益机会 第三条 中长期视角 随着AI整合深入行业 2025-2026年 将成为投资回报的爆发期 提前布局具有技术优势 和市场潜力的公司 有望获得超额收益 总结 AI投资正在经历 从硬件为王 到应用称霸的深刻变革 短期内 硬件板块仍具有配置价值 但从中长期看 软件与Agentic AI 代表着新的增长引擎 提前识别和布局 AI生态系统的 关键受益者 将成为投资者 在这场变革中自身的关键 投资者需要一种战略方法 来利用人工智能 建议采用分阶段配置策略 保持对像英伟达 这样的硬件领导者的投资 但要逐步将重点 转向软件和代理型 人工智能公司 多元化是关键 一个平衡的投资组合 应该包括处于 人工智能各个阶段的公司 长远的眼光是至关重要的 人工智能的真正影响 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 2025年 预计将是人工智能 商业化的转折点 从2026年起 大规模的企业采用将推动增长 及早发现未来的领导者 至关重要 关注那些拥有技术实力 和市场潜力的公司 是关键 这些公司有望带来丰厚的回报 更多关于股票技术分析方法的 具体细节和最新的例子 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 有关Discord群的连接 已放在本视频下方 下期再见